中国解放军今年频频侵扰我国空域 空军是全程掌控守护台海第一线 而现在他们的最新形象影片也出炉了 飞官穿着飞行装面对镜头呛瞎 想击败幻象 你只能靠幻象 简单几句话展现了空军的自信 另外为了强化两栖征搜战力 海军陆战队专场班也展开了六天五夜的克难州训练 是全副武装进行海上常有 夜间操舟以及天堂路的考验 才能够淬炼成为合格的两栖蛙人 揭卧命令执行任务 战机快速起飞升空 进来共机频频扰台 守卫台海第一线空军霸气呛瞎 F16可以带到九尾鸡 而是遇到我 送两个鸡 鸡鸡 随时警戒做好准备驱离共机的行动 也成为今年国军文艺金像奖多媒体类形象广告的主题 想击个幻象 不好意思 你只能靠幻象 幻象2000 F16跟金国号 三型主力战机翱翔天际 飞观穿着帅气飞行装流露出经过 金石训练后的傲人自信 不仅空中进而了不起 海军陆战队两机征搜大队 同样以展现奋勇精神 在助教四吼声中 惊醒学员们拿着木槳马上狂奔到集合场 征送专长班克难州考验 六天午夜的24小时不间断反复训练 从长泳操舟深浅到武术格斗 最后一天还得挑战50公尺天堂路的外商挑战 小蝌蚪才能蜕变成陆战蛙人 泼了水要让大家保持清醒 喝苦茶的目的 则是要提醒能吃苦 两机征搜大队主要担负水域渗透 暗计侦查搜索等海军特种作战任务 学员们不冥不休 咬牙苦撑到最后一刻 意志力跟抗压性逼到极限 通过考验才能成为勇猛票汉的一员 记者小明星辰台北报道 另外来关心萊猪将在明年元旦开放进口 相关的行政命令也在立法院闯关成功 不过立院也做出决议 要求明年开始立法院订的便当 业者要标明猪肉的产地 让国民党立委开酸 说民进党一边赞成开放进口 自己却不敢吃萊猪便当吗 民进党则强调 业者本来就应该要依法标示肉品来源 而我们的记者实际走访许多店家 发现很多餐饮业者门口都已经贴上 使用台湾猪的标章 要让民众吃得安心 莱猪表决战当天 立委们捧着碗大肠面线 吃得好香 不过随着莱猪将在元旦开放进口 未来猪肉入口前总是多了些疑虑 立法院总务处的公文白纸黑字 要求明年2月开始定便当时 希望业者标明猪肉产地 让国民党立委大酸 说民进党立委都支持开放进口 却担心吃到莱猪便当吗 我真的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的话 你要对你自己的政策负责 你民进党人进莱猪 他就要吃莱猪 我觉得立法院应该定两种便当 含莱猪的给通过同意的立委吃 不含莱猪的给不同意的立委吃 两位唱虾自己开放自己吃 但立委强调标明肉品产地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 这个重点应该是标示来源 就是爱用国产的肉品 本来我们就是希望 每一个机构每个单位 那不只是学校 那也包含就是说军队 那如果公家机关都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对我们国产的肉品 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猪肉产地到底标不标 我们直接来到店家 门口就贴着使用国产猪的标章 老板挂保证给客人吃的 绝对只用台湾猪 我们家都用台湾猪 因为我们说实在 我们用台湾猪吃关系 你买美国猪绝对没关系 而且我们台湾猪的品质好 所以我们一直都从头开始 到现在到未来 我们都用台湾猪 剩下不到五天的时间 来猪就要开放进口 草野虽然各有立场 共同点是 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谁都不想吃上一口 记者林轩就宽慧才特别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市政满六周年 虽然自豪任内领举债 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还有大巨蛋 这些重要建设争议不断 柯文哲声量 更随着创党 被贴上了无心市政的标签 他在昨天接受节目专访时 还自嘲 目前选总统机会低 更感叹 没给人好处 怎么会有盟友 凡是你觉得不对的东西都可以被改掉 你自己到底改变了多少 从头到底没有改变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台北市长柯文哲师 这满六周年 第二任期 转眼间也只剩下一半 还有不少烫手山芋 我们还是很多要做 北流北一大巨蛋 这三个我一定要处理结束 重大建设 刘彪 违剑停工 争议连环报 台北上政绩 反斗成了半九十 而去年创民众党后 虽然拿下立委席次 但区域选举却也屡战屡败 柯文哲更被无心市政 标签给拖累 未来这2024总统路 连自己都不乐观 你要去现在看 机会很低 但是一样 一日双打 你觉得一日双打什么可能 你政治上到底有没有交到盟友 盟友 我不知道什么叫盟友 我们又没有什么好处 可以给人家 总有盟友 白绿丝破裂 蓝白关系也暧昧 可批两大党中夹缝求生 算日前平平逆时中 声量跌至谷底 不过近期这抗中牌 似乎起了作用 二楼师芭蕾舞台的反应 我这么坚决 人家说这个损失好几千万 我说可是你给他突破的话 我只要开始要 背破关台北的餐厅 那损失更大 不是和中央唱反调 而是坚持要做对的事 除了防疫 还有莱猪开放 替柯文哲添柴火 在2022市长职务结束之前 得先交出成绩单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 有百年历史的台铁 因应不同的工作需求 其实不同职务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制服也是不同款式的 但未来可能要统一了 预计最快明年1月份决议 3 4月份招标 6月要举办制服发表会 但实际询问了台铁工会 却认为各单位的需求不同 要统一制服恐怕有困难度 另外前年发生了 普悠马列车的重大事故之后 为了能够更有效了解 列车行驶的状况 台铁也决议要比照 航空器的黑盒子 在驾驶室加装一个 影像声音的设备 造成了部分司机员的反弹 质疑侵犯隐私 列车进站人员急忙提醒旅客注意 拥有百年历史的台铁 因应不同工作需求 不同职务的工作人员 制服也有不同款式 不过未来台铁可能要统一制服了 加农部日前拍板 核定台铁可采同胞预算 评选出新制服 预计明年3到4月完成公告招标 6月会举办制服发表会 后年全面统一制服主视觉 不过现在也传出不同单位 对制服功能的需求也不同 像是列车长及站务人员 着重制服机能性 期望领带不受抢风吹动 还要有预寒外套 而司机员和机场人员 则期待长库胯下的部分 有抗撕裂的功能 至于公务处人员 则渴望长库有多个口袋 并且能防刮耐磨不易破损 还要有反光条提升安全性 另外电务处人员则说 工作服要可以防焊电火光 以牛仔布料为家 至于贩售台铁便当的副业 营运中心则表示 裙子下摆不要过短 要有口袋设计比较好 当道吧 就是可能局长想要 兼顾美学的需求 你怎么在统一之余 就是要做到兼顾各个单位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难度 而台铁想改的不只制服 还记得2018年普庸马翻车 事故造成严重意外吗 为了帮助未来 一旦有事故发生 还可以还原现场 台铁决议比照航空器的黑盒子 在驾驶室加装影像及声音设备 预计112年完成 不过却引发部分司机员不满 这样会影响到 司机员每一个 机员的品丝 高铁也没有装设 捷运的部分 一些司机员也提出一个抗议 结合一些 所有的铁道业的司机员的部分 来跟标目做一个衡情 无论制服或列车 台铁都不断改变载进化 期望不只改变民众 心中对百年企业的印象 也要强化台铁列车的安全性 谢谢邱玉婷 感谢台北采放报道 明神消息迎接2021年 每年的元旦当天 是南投紫南宫 发放前母特别的日子 今年前母搭配了 牛年生肖用心设计 不过因应中央的防疫政策 为了避免大批信徒 涌入增加感染的风险 紫南宫也针对 前母发放的方式进行调整 并且取消了前一天 12月31号的排队领取 提醒民众 求神祈福 不要忘了防疫 每年元旦和农历大年初一 都是南投紫南宫 发放前母的特别日子 今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来搅局 紫南宫也对前母的发放方式 进行调整 因应中央秋冬防疫专案 今年紫南宫取消提前一天的 排队活动 只在元旦当天 上午11点前开放民众排队 统一领取 迎前母一枚 基于金前母和套币组合 将于元旦廉假期间 不定期发放 我们从第一名还有最后一名 都是一样银色的前母 所以大家就不用来排队 但那一天到11点 所以把时间安长 所以大家都会领到 我们现在口罩一定要戴 因为现在政府规定 今年的紫南宫前母 正面刻有土地宫盛项 背面则有一只牛 握于金银财宝之上 象征金牛摇出满地财 盒装套组也特别设计 陶瓷葫芦 取葫芦的谐音讨吉利 整个葫芦 看起来很吉祥的样子 我们每一年都带两台车到三台车 来这边领前母 那希望今年能够也来拍领前母 用心设计的前母 每年都吸引不少信众钱来领取 紫南宫表示 将会严格执行防疫规定 要求民众确实佩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 民众求神祈福之余 也要不忘防疫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导